大家好 我是鄒鄒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自助旅行 今天呢 英文的部分呢 要介紹的是 迷路的謎 我們在中文的時候呢 介紹了 茫然的謎 還有 被吸引的謎 我們也聽了有關 迷思的故事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一連串 跟迷思有關的英文詞語 Lose one's way Lose 就是失去 Way 是道路或方向 Lose one's way 字面上就是失去方向 迷路 隱身的意思呢 就是感到迷惘的意思 What's wrong with Justin Bieber?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drunk driving I don't know The boy seemed to lose his way After he became a superstar What's wrong with Justin Bieber? 小賈斯丁 怎麼啦?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drunk driving 他因為酒駕被起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耶 The boy seemed to lose his way 他好像迷失了 After he became a superstar 自從他變成一個巨星之後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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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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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這個旋律大家都太熟悉了 大家都很喜歡的小賈斯丁 印象中他就是YouTube發跡 那個很可愛的加拿大小男生 不過現在他長大了 而且還惹上了很多麻煩 所以我們看圖上他的粉絲就在問 What's wrong with Justin Bieber?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drunk driving 小賈斯丁怎麼啦 居然會因為酒駕被起訴 而且重點是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就知道 他在被捕的時候 他還嬉皮笑臉 都已經酒駕了 他還一副嬉皮笑臉 不關自己的事情的樣子 讓大家都很驚訝 所以另外一個粉絲就說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耶 The boy seemed to lose his way After he became a superstar 好像變成超級巨星之後 小賈斯丁就開始失去方向 開始走偏了 不過好像年輕人都是這樣 人家說人不痴狂往少年 很多巨星很早成名 其實都會做出一些異於常人的事 我們一般人也是這樣 有時候會因為過度的感情用事 而感到迷惑 Lose one's head over someone or something Lose one's head 某人失去他的頭 指的就是他感到迷惑 Over someone or something 針對某人或某件事 Lose one's head over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對於某人或某事呢 感到感情用事或者是感到迷惑 I think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Mary Don't lose your head over her She isn't worth it I think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Mary 我覺得我已經愛上瑪莉了 Don't lose your head over her 你不要因為他一時感情用事 She isn't worth it 他不值得你這樣做 自古以來情觀最難過 也是許多人最容易迷惑的事 我們看到圖上的 這個淡藍色衣服的男生 他憂心忡忡 因為他愛上了瑪莉這個女生 你看瑪莉在中間長頭髮 被大家包圍著 所以這個男生就說 I think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Mary 他已經愛上了瑪莉 最弱愛河了 可是他的朋友知道說 瑪莉其實不是一個專情的女生 她可能不會定下來 所以勸這個痴心的男生說 Don't lose your head over her She isn't worth it 不要一時衝昏頭 他不值得你這樣做 你可能會傷心的 除了感情很容易讓人迷失 錢也很難守 容易讓人暈頭轉向 Lose a bundle A bundle 指的是一大筆錢 Lose a bundle 沒有就是失去很多錢 Don't trust those unit-linked insurance plans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 might lose a bundle Instead of saving one Don't trust 不要去相信 Those unit-linked insurance plans 那些投資型的保險計畫 If you're not careful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You might lose a bundle 你可能會損失一大筆的錢 Instead of saving one 而不是存錢 你我都有相同的經驗 我們最怕聯絡的老朋友 就是那種 可能國小國中畢業之後 就再也沒聯絡 可是最後突然呢 他很積極的 在一個時間打電話給你 最後發現呢 他是要來賣保險給你的 那我們在圖上呢 有一個人他其實最近呢 就是有這樣的朋友 聯絡他 建議他要買保險 那他的朋友就說啦 既然你有穩定的工作 你就可以買一張投資型保單嘛 不然你每個月錢花掉也很可惜呀 你就當作存錢嘛 所以我們生活中正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 可是呢 他把這樣的事情跟他朋友說之後呢 他懂得保險的朋友就跟他說啦 Don't trust those unit-linked insurance plans 你不要相信那些投資型的保險計畫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 might lose a bundle instead of saving one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呢 你根本沒有研究 你就把錢投進去了 不但呢存不到的錢 可能還會損失很多 因為你根本就不了解投資嘛 所以買投資型保單呢 真的需要詳加規劃 不然每個月呢 就好像把錢丟到水裡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 好好的運用 這些錢有沒有被好好的運用 不管是因為感情 還是錢迷失 都是身外之物 不過如果連食慾都沒有了 就很危險啦 lose one's appetite lose 就是失去的意思 appetite 是食量或者是食慾 所以lose one's appetite 就是失去了吃東西的慾望 不想吃東西了 after seeing that horror movie I've lost my appetite after seeing that horror movie 看完了那部恐怖電影之後呢 I've lost 我呢已經失去了什麼呢 my appetite 我的食慾 我的食慾都沒了 horror movie呢 恐怖片是電影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型 現在很多國家都開始在拍 他們自己國家的恐怖片 展現出非常不同的類型跟風格 像是泰國的恐怖片 韓國的恐怖片 日本的恐怖片 看起來都不太一樣 那我最近其實是看了一部 美國的恐怖片 立英宅 裡面在講了一個鬼屋的故事 那最後呢 我當然不要爆太多的雷 那可是最後那個媽媽呢 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非常恐怖 被鬼附身 然後呢 展現出很恐怖的這個型態 讓我當場在電影院的時候 都覺得 雖然是一邊在吃東西 可是一邊都覺得很想吐 後來我的心得就是說呢 不敢看恐怖片的人 其實就不要折磨自己 像是圖上的這個男生 明明他其實不喜歡看恐怖片 可是因為他朋友約啦 他沒有辦法 你看他就是一副 就是好像不喜歡的樣子 結果好啦 他看完了之後呢 你看這個電影院上面 還有一個人 拿著這個刀 然後滴下血 所以最後呢 這樣的場景 讓他連飯都吃不下 After seeing that horror movie I've lost my appetite 今天呢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學過呢 跟迷失的謎 相關的片語 在圖上可以看到 一個人他頭上都是問號 不知道要往哪一條路走 Lose one's weight 指的就是某個人呢 他走偏了 走錯方向了 Lose one's head over someone or something Lose one's head 字面上是說 某人失去了他的頭 失去頭的意思 其實就是感到迷惘 所以呢 Lose one's head over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對某件事情 或某人感到很迷惘 圖上的男生呢 就對於愛情 他以為自己談戀愛了 可是呢 他的朋友就勸他啦 你不要這樣子 自己一廂情願感到迷惘 Don't lose your head over her 失去了一大筆的錢 剛才提醒大家 我們在呢 任何的投資計畫要進行之前 都要詳加思考 以免呢 Lose a bundle 損失很多錢 Lose one's appetite 失去食慾 我們前面說呢 失去什麼東西 好像都沒有關係 可是呢 如果連食慾都沒有了 那可能就很嚴重了 Lose one's appetite 我們在舉例的時候說 不喜歡看恐怖電影的人呢 就不要進戲院 去被嚇得半死 然後失去食慾 吃不下東西影響健康 Lose one's appetite 今天很高興呢 可以跟大家認識一連串 跟你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自在生活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